父母这么保护他 全国老百姓这么爱他 为什么没有人比他帅 比他有能力 比他有力气 各位都看过这些故事 没有人超过他 但是有用吗 活在这个世间会老会病会死 而且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都会老会病会死 所以他是有悲心出身的 所以有一次大家在耕田的时候 皇帝他的爸爸带着大家耕田 结果这个耕田一挖 一挖那个土翻过来 蚯蚓跑出来 蚯蚓跑出来 麻雀就来吃蚯蚓 麻雀吃的时候 蛇就来跑来吃麻雀 蛇在吃的时候 老鹰就来咬蛇 那个时候小小的小年纪 西达多看到这个 生命这么痛苦 大吃小 穷人你看太阳那么大还要耕田 爸爸是皇帝 他只是半个仪式 这个世界不公平 人跟人也不公平 人跟动物也不公平 他就觉悟了 他坐在树下看到这一幕 他就一直思维 他整个身体就浮起来 这是佛陀小时候 视线神迹的第二次 他整个身体浮起来 因为他在思维了众生苦 他爸爸一回来看到他就跪下来 哎呀 我儿子不是平常人 连做他爸爸都可以 我儿子怎么会这样浮 浮在空中 因为他正在思维 所以各位你打坐的时候 到一个阶段 你会觉得没身体 如果你很专心 那些酸啊痛啊麻都不见了 因为只有在思维 当然包括佛陀过去式的修行 他会显现这种状态 但是他看的是这个 所以佛陀之所以为佛陀 他是看的是人间的真相 的苦而产生的悲心 所以他从小就悲观 他是属于一个悲观 郁郁寡欢的人 他爸爸就很烦恼 给他再什么样的快乐 给他皇宫 他都不觉得快乐 对不对 因为他只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他一直在思维 所以我想各位要做一个 有智慧的人去思维 宇宙人生的真相 自己别人世界众生 我们不能只过 我的房子贷款还完就好了 我找一个爱情 我找一个亲情 我找一个快乐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肤浅的人生 那这个肤浅人生会怎么样 将来做畜生道 吃饱睡 睡饱吃 看到交配冲过去 这样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痛苦 因为他没有思维 所以念一下 贪心变恶鬼 所以这个法国巴黎 鬼很多 因为他是个欲望的制度 来 称恨下地狱 那你一生气就伤害众生的下地狱 那个是无量的苦 鱼吃便畜生 他每天就在追逐这些 所以他为了传宗接代 做鸟巢啊 每天要去吃东西啊 抓动物啊 然后呢 为这个儿 神为这个儿 死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去思维 包括思维到 佛陀讲 升天也不就近 对不对 做人也很苦 这个世间 老人也苦 小孩也苦 反正活着 活着就是一个痛苦 你只要活在这个人间 就是个痛苦 这个你要去想 不吃饭也不行 不洗澡也不行 吃了那么多 还要上厕所 真累 天上没有厕所 天上没有医院 天上的神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永远不会撑的 也不用上厕所 天上的人不用洗澡 天上的人 天衣无缝 任何漂亮的衣服 那么都挂在树上 按照你个人的夜报 所以各位 你现在要多修功德 多布施衣服 多布施袈裟 以后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那个衣橱 打开几百件衣服 这个都是布施来的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世界 因缘不一样 大家都很想比较 这个叫阿修罗形态 就是比较竞争 希望赢过人家 事实上不要去比较这个 你种善因自然得善 你希望衣服穿得很漂亮 多布施人家衣服 特别我觉得法国难民蛮多的 各位你冬天到了 把你不穿的衣服洗干净 送给他们 非常温暖的 因为佛陀讲的 以慈悲心 关怀一个苦的布施 超过供养 所有佛的功德 你在佛前供养 一万个面包 还不如供养一厘米 给一个难民 给一只流浪动物 因为佛已经成佛了 你供不供 对他无所谓 那是帮我们基辅田而已 但是佛陀的目的是慈悲 所以各位 在巴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河里面的路边的人也好 动物也好 所以好像后天我们要去火墓去 要不要去 去找找你的位置 先选好 你要有这个死亡的想法 你才有生癌的规划 不然你讲 我不会死 我不会死 到时候医生说 对不起 你现在三个月 你发疯了 你就喊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不要死 还是要死 死是身体 心没死 你永远死不掉 如果你内心里面 还有所求 有所执着 你永远来轮回 所以你生在哪里 就像各位 为什么来巴黎 你对巴黎有一个执着 有一个姻缘 所以你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到哪里脱胎 脱胎在谁的家庭 这都有一个执着 什么叫执着 刚才讲 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漂亮 这个不漂亮 这个叫分别执着 什么叫智慧 红的等于白的 白的等于黑的 人等于狗 书等于地 因为它只是一个名字 它的本体 本体都是幻化空性的 花也好 书也好 麦克风也好 人也好 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体 我们叫有情夜暴体 花叫无情 所以有情无情都有一个本性 叫法性 法的本体是空 一切法 毕竟空 在有情身上叫觉性 佛性 在无情身上叫法性 所以它的名字叫桌子 它的名字叫书 但是各位都知道它是无偿的 因缘和合的 我讲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是各位你要花 天天碰到你都要想 你不能说就 这个地球好漂亮 你要分析它 超越它 你就不会被它卡住 懂得吗 今天一个男人 又跟你抛媚眼了 这个叫冤见寨 说这个no no no 他要把我抓去生小孩 你看 他要把我抓去传宗接代 满足他的欲望 然后等我胖一点 一脚把我踢开 对不对 他跟你讲说我爱你 你还说你不要骗我了 但是我们往往就会被这些抓住了 你去分析它 所以各位重点 佛教不是叫你去 不行不行 师父说我不能谈恋爱 我憋死了 师父叫我不要生气 我压一死了 这个不是佛教 佛教是当他这个向来了 你去分析他 他只是一个姻缘 所以大女儿都是爸爸的爱人 大儿子 大儿子就是你最爱的那个男人 所以 现在你天天跟你儿子 他是你的过去的先生 现在变你儿子 下回变你爸爸 这个叫轮回知道吗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 天啊 No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轮回 哪一天你知道 你笑掉大牙 你怎么可以跟你爸爸做爱 你怎么跟你儿子做爱 但是因为你不了解 你会觉得一个感觉 我哪里知道 这个人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你误会了那个感觉 所以就变成乱七八糟 所以全家都是这样 全家 所以有一个爸爸妈妈说 师父 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两个好的不得了 他们什么关系 我说你还误我 你想好的不了 你就知道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以前是夫妻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问题来了 儿子交女朋友了 妹妹生气了 妹妹就 不由自主的生气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气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她的妹妹就跑来跟我哭 一直哭 哭到歇里思里 因为她的哥哥交女朋友 她心里就不能接受 她有一百个理由来接受 因为那个女孩子不好 事实上是她心里的失落感 吃醋 她受不了 就像哪一天你儿子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这个妈妈会气死 房间不准给我关 我随时要进去看 对不对 然后我妈妈也是这样 我也结婚 我二哥也结婚 我妈说你们去哪里住你们的事 大哥呢 不行要跟我住 然后我大哥对了她太太 好这不得了 我妈妈在那边生闷气 气死人了 我大哥每天把饭菜 妈妈煮了饭菜 拿到房间给她吃 你看多高级 她太太不用出来煮菜了 是我妈妈在煮菜 因为我妈妈就希望她跟住在一起 所以我煮菜给你们吃 对不对 我替你们带小孩 然后天天生闷气 你看苦不苦 我跟我妈说 我不好意思跟我妈说了 我妈妈一方面讨厌我爸爸 一方面爱死我哥哥 偏偏又有我哥哥旁边又有女人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轮回 所以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就一直这样再卡下去 现在很多人很讨厌儿子 结果儿子结婚以后 生了那个女儿化 那个阿公啊 爱死那个女儿 抱孙子 抢孙子 不还给老爸 不还给他儿子媳妇 所以不然就是祖母爱上孙子 不然就祖父爱上 然后就一直一直这样 所以执着会造成轮回 所以这个就是轮回 各位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赶快脱离轮回 不然就是乱轮 不断的这样 不断的你杀我我杀你 你爱我我爱你 然后就不断的如此 所以我们受完戒以后要谈的是什么 出离心 不要再在这个轮回的苦海里面 一直在那边窄夫窄成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性 所以你也讲 罗汉断烦恼 菩萨断习气 因为有烦恼就会生老病死 所以罗汉要断掉 那菩萨呢 菩萨你累次修行 你一定会做皇帝 做美女 做皇后 这样 但是你现在在修行 是要服务众生 我还在做皇后 我还在做美女 你这个习惯性 这个习气就是有 累世的贪嗔痴 傲慢 嫉妒怀疑的 种子都还在 这样 这个种子你要断 很困难 所以你要一直把这个 不好的习惯性 习气要断除掉 那你要磨练自己 不磨练自己也不行 所以你要故意的 故意的 你喜欢做高位 你要去做下位 你喜欢懒的 你要去勤劳 你要改变自己 你不喜欢讲话 你要去讲话 就像我 我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 不喜欢看人的 我叫寡人 但是我现在在陪各位笑 对不对 讲笑话给你们听 我一直笑 你看我从头到尾都在笑 我在卖 你要培养 培养这种耐心 细心 服务别人 过去我是被服务的人 所以我如果不好好的 去服务众生 下回来做牛 做马 还各位在 你这样就看到 一只狗一直咬尾巴 那就是我 各位你讲到狗 你抱的狗 一定做过你儿子 堕胎的小孩 你没有超度他 他就在做狗 你会爱他 爱得要死 因为你当初欠他命 狗 猫 就是这些 所以会来给你认养的 有些人说 奇怪 那个狗断一只腿 你干嘛要认养 因为你看到他 你就爱上他 你没有办法的 就像那些 很多小女生 爸爸妈妈买一只狗 他们两个可以抱着哭很久 因为那只狗 是他们两个过去 最爱的爱人或儿子 他一碰面了 虽然他外表是狗 但是心 他还是相接的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要去了解 很可怕 如果你爱一只狗 像命一样 有两个层次 如果你这辈子没修 下辈子他在做狗 你一定陪他做狗 你继续爱他